從車水馬龍的五幅路上 玩進安靜的巷弄中 馬上能看到這間 散發著微微亮光的甜點店 桌上與冰櫃中 沉列著現做的甜點 其中一塊塊內餡飽滿藝術的 抹茶生乳捲 是店內最熱門的品項 咀嚼後那微甜微苦 在舌尖殘留的淡淡尾韻 就好像人生一樣 其實我開這間店主要就是 希望它不是一間 讓人覺得負擔的店吧 對 所以光在於口味上呢 都會把它定位在 可能不要過甜 或者是過濃郁這樣子 就是吃完是讓人家覺得是舒服的 那我們的抹茶其實也是這樣子 就是它不會說苦到讓你覺得皺眉 但是也會 但是吃完就是也會覺得 回甘 然後很舒服 檸檬蛋糕 可麗露 生乳捲 這些外型誘人的蛋糕 是最能吸引過路人目光的商品 但老闆娘卻偷偷告訴我們 其實簡單樸實的布丁 才是他個人最喜愛 也最能代表店裡風格的甜點 很多人來這邊其實他們都是 看到蛋糕的時候他們就會選蛋糕 或者是看到桌上的檸檬蛋糕的時候 他們就會選檸檬蛋糕 但是布丁它看起來雖然很平凡 但是其實它吃完就是 不知道會給你那種幸福的感覺吧 對 然後它雖然是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它卻是一個我認為就是在我的店裡 會讓人家記得的東西 對 隱藏在市場小巷裡的甜點店 是老闆娘離開忙碌的廣告夜後 抱著想好好休息的心態 所打造的空間 如同他們的甜點一樣 不過分濃郁也不給人太多負擔 讓自己與客人都能放鬆享受 這是小小的空間 然後讓我的客人可能在他們 就是心態有點累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坐著 然後吃一塊甜點 然後好好休息一下這樣子 對 那這也是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的 我們的title就是會講說 就是用一塊甜點的時間 然後聊聊自己聊聊天這樣子 下次在假日的午後逛街經過 不妨放慢腳步 來這裡點塊蛋糕 與老闆娘聊聊自己 聊聊天吧 記者 崔玉婷 陳柏宏 高雄報導